这是熊霸遭遇过的最大危机 女儿幽若身中剧毒危在旦夕 熊霸运功救人无法停止 否则就会心脉剧断妇女双亡 荣婆趁机向熊霸发难 要杀了熊霸替王妇报仇 时间回到几个时辰前 聂峰怀疑幽若杀了秦霜 于是气势汹汹地找到了幽若 幽若正等着聂峰喝他煮的猪肺汤 当即起身给聂峰盛汤 聂峰趁机观察幽若 发现他的左手有着血迹 裙子上也缺失了一块布条 这让聂峰误会了幽若 用力抓住幽若的手腕 质问起情霜的下落 幽若让聂峰不要着急 先喝了他的猪肺汤 他自会说出事情的真相 你先把这碗汤喝了 我就告诉你所有的一切 我不想再听你的谎话 如果说了事情也不是 我不想再见到你 聂峰终究没有喝下猪肺汤 不顾幽若的挽留离开了房间 这让幽若心如刀角 他只是想还聂峰一份心一把了 聂峰不知不觉来到城隍庙 今天正是中秋节 容婆邀请聂峰赏月吃月饼 聂峰发现月饼是天下会的 不由地问起月饼的来历 容婆说出是幽若所送 幽若还替聂峰立了一盏光明灯 聂峰看着自己的光明灯 一时之间五味杂陈 我问他这个人是谁 他说这个人是他今生最爱的人 他还说本来他是要杀这个人的 后来被他的真心所感动 他决定不杀他了 为了报答这个男的对他的好 他决定煮一锅他爱吃的猪肥汤 他说今天晚上是他 留在心爱的男人身边的最后一夜 过了今夜 他就要永远地离开他 回到他最不想去的地方 说着说着 眼泪都掉下来了 得知一切的聂峰难以置信 幽若怎么会喜欢上自己 秦双这时找到了聂峰 表示一切都是真的 他将幽若和熊霸的赌约交给了聂峰 聂峰这才得知事情的真相 而当时秦双和幽若交手 幽若在关键时刻及时收掌 导致自己遭到掌力反噬 凳子上的鲜血是幽若的 得知真相的聂峰赶回神风堂 要诚心向幽若道歉 并喝下他精心熬制的猪肥汤 可令聂峰没有想到的是 他突然失声无法说话 幽若正出言向聂峰解释 却发现聂峰情况不对 看样子是中了剧毒 而就在此时 容婆突然出现在了门外 原来一切都是容婆的阴谋 容婆和熊霸有着血海深仇 他在月饼中下了死神之吻 为的就是算计幽若 死神之吻没有解药 要救聂峰只能一命换一命 这能救他 不愿意 很简单 只要你的唇深深地亲吻他的唇 就可以把毒吸出来 只不过死的就是你 你看着办吧 看他 幽若为了救回聂峰 毫不犹豫吻了上去 将死亡之吻的剧毒 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恢复后的聂峰紧紧抱住幽若 十分后悔没有相信他 幽若很快失去生息 无力地瘫倒了下去 不禁云三人赶了过来 得知幽若死去很是震惊 紧接着熊霸到来 带走了幽若的遗体 他发现幽若生机未绝 连忙运起三分归元气 尝试替幽若逼出体内的剧毒 而这正中了荣婆的诡计 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 熊霸若是此时贸然收工 他和幽若都会暴毙而亡 荣婆则是趁你兵要你命 连忙出手攻向了熊霸 熊霸一边替幽若输入真气 一边应对荣婆的攻势 分身乏树显得力不从心 幸好关键时刻 幽若苏醒地过来 妇女同心齐力断金 两妇女配合默契 竟然一掌将荣婆重伤 还表示买车不知道怎么选 那就点击左下角打开董车地 首页点击排行榜 里面有汽车的销量 降价实测榜等榜单任你查看 可以了解哪台车又便宜又好 要买啥车 看看董车地排行榜就知道 不可能 没有人能从此死神 只管住我过来 没错 我是死过一次 熊霸要幽若服下剧毒 没想到反而救了幽若一命 得知原委的戎婆含恨而终 幽若还活着的消息 并没有告诉给聂峰等人 经过戎婆一世后 幽若理解了熊霸的顾虑 甘愿回到狐心小柱度过余生 然而幽若与聂峰的情感纠葛 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 而熊霸一记不成六生一记 准备从不经云入手 利用孔词分化师兄弟三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